太下雪了 我们今天在长海 到了今天第一个观景台长海 红海拔3101米 我们现在到的第二个站点是五彩池 因为现在它是枯水汽 向导说它五彩池的水大概只有五六米深 五彩池呢也是九寨之眼 它是九寨沟颜色最为艳丽的彩子 海子很平静 然后在这边我们能清晰的看见倒影 看到吗水边的倒影 所以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美 现在到的是五花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水底有一些浮沫 看我手指的方向 这是曾经伐木的时候留下来的 现在留在这里也别有一番风味 现在到了珍珠灘瀑布 我们去寻找谷底最佳的拍照点吧 然后我们沿着站在一直往下 站在是沿着水修建的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珍珠灘瀑布 最佳的拍摄点 也就是位于谷底的位置 珍珠灘瀑布不是最有名的 因为老板的汽油机也在这里洗过去 虽然现在是浮水器 但是跟第三步似的水一样 也就是小的 然后我们过足了酒带沟的水影 穿着站到一直往前面走 我们去静海停下点 我们现在眼前有一块大石头 叫做八八石 祝威尔今年2017年8月8号 21点19分九条沟的七零零级地震 地震的时候呢 该巨石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浓至河谷 造成岩土石被禁毁 它周边的树木都被毁得很差不多了呢 因此巨石已僅是人类 敬畏大自然 这里是静海 九条沟的第三道湖泊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静海 因为它相当平静 然后像一面镜子一样的 倒映着两岸的植被和高山 现在我眼前的是九条沟的第二道湖泊 西牛海 这个是老虎海 老虎海得在阳光下看才美 好了我们现在沿着 站到一直往下走 这里就是树镇瀑布 我记得几年前我也在这里拍过 有水的拉丝 其实虽然说昨天才受刺了 六百多张票 但是沉底的感觉人还是不少的 尤其它是现在是集中式的 一车一车的把人运过来 所以这样的客人家其实非常集中的 而且它是不让足够的嘛 像以前的话如果可以足够的话 其实是很多游客的 它会把它分散开来 然后体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地方我记得我以前过来拍过的 现在天空稍微有一点点放晴了 然后这边景点我有点印象 这些石头就是以前没有的了 地震给翻下来的石头 好了我们接着沿着这个条 步道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 住在罗房 它是利用水流的力量 然后转动石墨 将青春小麦等走路磨成粉 然后我们回到藏寨 我们的车就在那边停着 然后藏寨这里有个观景坛 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孩子 是不是很漂亮 轻轻叠叠的 我现在眼前的是地震后 最新出现了一个景点 叫做双龙海瀑布 今天比较小 然后我们得清楚地看到 它的酒寨布的水 也这么清晴 我们可以看到水底下的石头 非常清楚是不是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景点 叫做双龙海瀑布 也是最为平庸的一个景点 之后我们就从这里上车 然后去到沟口吧 拜拜 我们的酒寨之行结束了